新冠肺炎疫情失控 本港星期日新增過百宗確診 再創單日新高 防疫措施要加勒 繼公共交通工具的口罩令之後 市民在室內公共場所 亦都要強制戴口罩 律政司正是研究 是否訂立新法例實施 但為何只是限室內 而不限室外 其實有很多確診個案 都去過食肆、商場 甚至其他地方 都是在室內 第二 就是隨著我們請大家 都留在家 或者是我們晚上禁了堂食 我們亦都發現 很多人都會去超市 或者是去一些街市 那裏買東西 所以那裏其實的人流 第一是多 第二 我們亦都看到 有些人未必會戴口罩 至於在室外 很多時候 例如大家做運動、跑步 其實大家都很難戴口罩 至於實施不足一個星期的食肆 晚六朝五禁堂食措施 四人一台限制 以及十月類處所停業令 包括遊戲機中心、健身中心、 戲院和美容院等 原定星期二屆滿 但是未到限期 政府就決定延長一個星期 我們曾經考慮過 禁止堂食 雙身延到早餐和午餐 但經過我們反覆研究 覺得這個和香港市民 一般的日常生活 有太大的落差 因為事實上 很多香港市民 都在外面吃飯 如果連這些都禁止了 對他們的影響太大 另外政府早前說 公務員不適合一刀切在家工作 以免影響公共服務 這日都改口 各政策局和公共部門 星期一起 只提供緊急及必需服務 公務員在家工作 措施暫定維持一個星期 到7月26日 至於中學民憑事 如期在星期三放榜 政府要求所有中學 盡量使用網上 或者電子版成績通知單 發放成績 避免考生聚集 專家說感染個案大增 是因為病毒經交通工具 和安路院射傳播 必須減少社區人流 才能阻止疫情蔓延 建議企業安排員工在家工作 最少兩個星期 有學者就批評 政府太遲擴大口罩令 防疫後之後 根本無法壓止疫情 動網記者旁線如故到